各位同学大家好 欢迎收看年番战神2 全剧情娱乐流程解说 第十一集 我是年耕耘 那么上一集是说到 从阿特拉斯那儿回来 咱们是拿到了最后一个魔法 阿特拉斯大地震 然后回到这边大猎谷这儿 前面就是命运女神的神殿了 然后这边石柱上面 有一些宝箱开一下 这边是一个红纹 然后远处有一个绿宝箱 这个我一看写还是挺多的就算了 然后这边可以看到命运宫殿 这边写的是 然后这边一上来的话 就有一场恶战 先把这个魔法调成石化光线 然后上来一边一下 L2加三角的快速石化 然后再用锤子把这两个都打碎 因为一开始刷出来这两只小怪呢 他们都是为吹号角去召唤这个巨人 独眼巨人 等那个巨人召唤出来以后 这个战斗就会变得比较麻烦 所以说这个小怪呢 就尽量用石化快速解决 就算你这个石化到了 但是这个没有把它打碎 也没有关系 只要用石化光线一开始把他的这个 吹号角动作给打断就行 这样这个独眼巨人就不会出来 那么这个独眼巨人不出来呢 剩下这些就比较好办 你想怎么打都可以 这边我呢就是利用这个 这个锤子的高攻击力 就硬打了 然后远处这个人火球的呢 可以最后解决 L1加圆圈呢 这个是召唤三个鬼魂 这个独眼巨人的眼睛啊 虽然说这个收集好像 20个吧 还是多少个是有一个什么隐藏服装 记不清楚了 反正是个什么隐藏要素的 但是这个流程 你就算每一只碰到的都杀 也凑不够20个 还是到通关以后 去这个竞技场里头刷比较方便 所以说这个流程当中的独眼巨人 就能少碰到一个是一个 毕竟是比较难对付的敌人 再加上这边这个场面会比较混乱 又有远程敌人骚扰 又有进程的这种 这种小矮个儿 他你打他是不能把他打出硬直的 他这个冲锋过来 一挨就是好几下 然后这个独眼巨人的话 攻击力又高 所以说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发生呢 就不让这个独眼巨人出来 用这个实话的打法 好那么这个战斗结束以后 这边看一下两边宝箱 好像也没有什么需求 所以就直接进去了 那接下来呢 就来到这样一个针刺房间 掰下房间中间的机关 然后这个针刺机关呢 就会启动 然后这个针刺好像是随机的吧 然后这个被戳到是会少点血的 然后同时呢 这个整个房间的墙壁都是在转 那咱们就需要等这个墙壁转到那些开口啊 转到那些房间的时候 进去开一下宝箱 但是这边这个宝箱进不进去都无所谓 因为一会儿这个把机关停下来以后 咱们有的是时间 而你待在里头呢 过一会儿这个两边墙是会出这个针刺 那个中的的话就是祭祀 就像刚才那个房间一样 所以说大家看这个时间要是比较紧 比较危险的话呢 就放弃 不要去开这个宝箱 一会儿可以开的 好 我这边的话看到这机会合适呢 就直接都开掉了 然后走到右边 咱们这个墓地啊 就是到右前方这个地方 把这块大石头给拖出来 把这个机关给卡住 这样的话这个机关就停了 这个出口也就打开 好 然后注意在这个地板上面 不要随便翻滚 有可能因为翻滚的距离 你是不能控制 它是固定距离 所以说有可能你这个翻滚完了以后 正好落在那个 这个针刺上面 刚才好像就犯过这样的错误 所以说尽量不要翻滚 就跑或者跳都可以 然后把剩下的这个蚊子用石花打掉 这边石花升到满了以后 这个蚊子本来 本来这个石花就不需要很长时间 所以说基本上都是秒石花 你不需要用那个L2加三角 那个瞬间石花 那个太好魔法 然后那边又多了一个绿魂宝箱 就不要管它了 这都是给最高难度准备的 因为最高难度这个宝箱开了以后 不会给你回满 好 这边这个蓝魂还是开一下 那么来到这个中庭样地方 我们可以看到命运神殿 其实是后面这个 像凤凰一样的这个东西 咱们还离它十万八千里 现在只是到了这个 相当于是一个门口 门厅一样的地方 这个叫命运宫殿的地方 然后刚才这个那些房间里头 除了一些红红宝箱 还有一个这个道具 就是过关道具 一根棍子 这个东西一定要剪一下 然后跑到这里来插上以后呢 就可以转动这个摇板 把前面的这个火焰机关给停下 然后时间变慢飞过去 然后过了这个火焰机关的旁边 这个凹口里头有一个宝箱 可以开一下 因为这个现在石化之眼 和凤凰羽毛都已经齐了 所以说所有的这个宝箱都是红红 当然战缘二的这个红红是不足以 让你把所有东西都生满了 所以说还得靠这个二冬五 然后这边这个机关呢 有一点这个技巧在里头 搬完机关赶紧往回走 一刻都不能停 然后在没有到这个蒸汽机关的时候 就起跳 保证你跳到二段跳最高点的时候呢 刚好可以沉到这个热气 然后沉到热气呢 就不要停在原地 就等它飘到最高点 然后再飞回去 那样是来不及的 你沉到热气以后就可以开始飞回去了 注意这两点的话 基本上这个机关也没有什么难度 失败的话也无所谓 就再去拉两次这个霸手就行 这个第一次玩我还是失败了好多次 算是比较恶心的一个机关 虽然说这个就浪费点时间吧 但是一直过不去还是挺恶心 就馋了没丁点 好这边这场战斗呢 尽量不要用魔法 保证这个魔法槽是满的 好来到这儿这个打开这个门 这个门上好像画的是宙斯吧 好来到这样一个新的场景 我们要做的呢 就是把左边这个交手架给它打碎 然后上面会掉下这样一个石块 咱把它拖出去 前段时间呢 一直是因为这个找工作的事 一直在忙 所以说就将近有一个月的时间 没有更新视频 然后估计年后还要再忙一段时间 那么这个更新归宿 希望大家谅解不过 我好像向来都归宿 这个属于正常发挥 正常发挥 这边这个长廊这儿呢 就是本关的又一大难点 这个这一段视频啊 录的可以说是难点颇多 这难点比较集中 全篇都是难点 各种难点 这个翻译官算是第几个 第二个难点吧 第一个难点是命运神殿门口 那个战斗 那个是活用石化光线 就可以这个迎刃而解 不要让那个石化 那个独眼巨人给出来 然后这边这个翻译官的话 在太太难度 最高难度下面 还是非常折磨人的一场战斗 这个难度近应该说 可能和这个战神一代 那个保护老婆孩子 那场战斗差不多 算是战神二最高难度 最难那场战斗 那我这边打的是 神难度 也就是在第一级 不是最高的那个 所以说可能看不出 这个难度上的问题 但是一些打法还是可以 参考 当然我也 这个这场战斗 我也借鉴了 那个孝时郎 那个那套视频的打法 他那套是 他那套是太太难度 他那套做台是非常精彩 很多地方的打法都是 非常非常推荐 就是感觉把太太难度 打成那个 普通难度那种感觉 很多打法都是非常精彩的 而且好像我记得 他那个升级也比较奇葩 他升了什么弓箭那个技能 没有升 没有升这个阿特拉斯大地战 当然实话还是必须要升的 刚才这个柱子神挡拆 这个非常血腥的镜头给挡掉了 这边这个人 这个杂兵 砍刀这个翻译官 可以看到掉了不少血 太太难度掉的还要多 基本上两三刀就差不多了 刚才这个杂兵 大概是玩盟军干死队的 阴在后面 潜入了有些玩多了 好这边这个来到这封印解开 这个翻译官会自动挣脱 那么这边这个战斗的要点 就是把这个 把召唤师给他打掉 一共三个 可以看到我一开始上来 是用L2加三角的瞬间实化 是实化了一个 然后换锤子直接敲碎 然后之后又放了一个L2加圆圈蓄力的 那个全屏实化 那个是非常好用的 范围实化 直接实化掉这个两个 因为这个召唤师 他有时候你慢了 他还实化不了 实化不到 因为他会瞬移 但是他这个召唤师 他刚刷出来的时候 他是肯定要召唤一下 他会把书扔在地上 然后念那个咒文 那个时候他是个硬直 所以说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 把他这个利用范围全屏实化给他实化掉 然后就敲碎 至于用什么东西敲碎 就随便了 你用阿特拉斯地震敲碎也行 你用像我刚才那样锤子也行 时间是来得及 只要把那两个召唤师给他打掉 那么这场战斗就无压力了 像我这边基本上都没爆气 魔法槽虽然是用完了 所以说二代这个两个法宝 一个是石化光线 一个是锤子 好这边好像刷狗刷的有点慢 好人全杀光这边封印就会戒除 这个翻译官装装算 如果我这个忘词了 呵呵 就放过 给我读 给我念 来控制绳索的这个命运女神啊 听我说 这边她不肯念 就叫暗原圈 又有一个来索取这个只有你们能给予的东西 作为证明 作为她是这个有能力的 我不能念下去了 那就需要再按QT让她继续念下去 请接受我的鲜血作为祭品 好 那么既然你诚心诚意的要求了 我们就大发慈悲的满足她 最后一击呢 是把这个翻译官 磕头破血流 这个书好像是石头做的 所以说 不是说就是把脑袋往书上砸 是相当于把脑袋往石头上砸 好 那么这边可以看到远处凤凰神殿 张开了一点这个翅膀 当然没有完全张开 叫初剑端倪 好 那么这个翻译官呢也就失去利用价值了 还没有 还没有 它这个鲜血还有还有利用价值 看下这个 身上看似普通人身上蕴含的是多少人的鲜血 所以说大家看到生化6那个西门斯最后把整个地盘都染红了 不要觉得惊奇 他不是一个人 既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 这种手法人家早就用过了 不科学的事情 好 因为女神拉克西斯他这个装束打扮非常时髦 我就不打马了 干的不错 刚才的这个祭品呢就证明了你自己的决心 但是呢 如你所见 我只漏了一个点 然后指了一下那个门 意思什么呢 就是说 欲穷千里目跟上一层楼 是吧 好吧 那奎爷就知道了 这边这个门呢 出去 还有下一个考验 但是出去之前别忘了咱们前面这两个宝箱留着的 把这个蓝魂开一下 至少把蓝魂给补满 绿魂就算了 当然前面这个翻译官打了一半 要是没 没有这个魂的话 蓝魂不够 最后的那一次范围实话 你可以过来先把翻译官那个桥上扔一下 先过来把这个蓝魂开了 然后再回去打 好 这边这个路看似陌生 其实就是一个分岔路 回到之前这个沉热气飞过去的那个走廊那 之前过的就是这个门 这个门呢我们一旦过了以后它就不会再关上了 这边热气呢就不会再有了 好 这个存档点还是无视 那这儿基本上都是原路返回 回到这儿 这个视角有点恶心 飞的时候跳的时候便掉下去 好 完了这边 这个刚才用这个仰角机关拿下来 现在用这个东西开一下门 这个钥匙 好 然后进去呢 这边看到一个双次宝箱 咱们不着急开 当然你有需要可以先开掉 这里的话 看一下魔法 主要是推荐那个克罗诺斯之怒吧 当然如果阿特拉斯大帝阵等级高的话也行 这边的主要打法呢 就是 就是利用这个杂兵啊 抓住直接抓头 然后按方块这个扔出去 进行这个范围伤害 这里的杂兵写的不多 但是人数特别多 所以说要 有这个 利用一下这个这个范围计 能够快速解决 注意抓人的时候 要抓那些深色的杂兵 就是一代里的那种 那种抓住以后 按方块甩时转一圈的 像这样 如果是那种二代那种白色的 就像这种 他就砸一下再扔出去 这个范围不是很大 效率就不是很高 你看这个效率多高 好 这边这个两边的针刺机关呢 其实一代里头也有 就是这种慢慢推进的现实战斗 你要是打不完呢 就死了 所以说这边还是要打快一点 必要是可以暴气 可以放魔法 这边还要抓错人 这边有点着急 还放了魔法 好 最后如果剩下 没几个人呢 就可以用锤子了 好 这边这个门快要夹笼的时候 把人都清干净 还是比较危险的吧 需要小心这个机关不要阴沟翻船 这个不是特别难 但是算了也算一个难点吧 这个处理的不好的话还是挺难的 好 那么过了这个门的话 照例还是各种奖励 首先是宏昏宝箱 然后接下来可以看到前面有一个这样的中庭 又看到雅典娜的调频 波音台了 无处不在 调频广播站 Kratos现在跟你的复仇相比呢 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好 这边听他啰嗦的时候 可以开两个宝箱 宙斯所做的一切呢 只不过是为了保护奥林匹斯 盖亚是个黑木尔 他说的话你不能相信啊 葵人说 他妈你也是个黑木尔 砸了 然后就可以把那个雅典娜雕像砸掉 但是其他人的雕像是砸不掉的 这边有这个哈迪斯 然后赫里尔斯 然后是宙斯波赛东 埃里斯 只有雅典娜的这个雕像可以砸掉 可以赚点点红昏 奥林匹斯十二主神 看上去好像刚才那个庭院 是陈列十二主神的 但是因为这个制作方比较偷懒 剩下那六个神都不想做出来了 所以说左边那个都空的 就放两个红昏宝箱意思一下 当然右边站的也不是那个六个 也不是十二主神 比如说赫里尔斯 其实应该是阿波罗 当然这个战人这个游戏 基本上就把赫里尔斯等同于阿波罗 那就不去管他 然后这个哈迪斯呢 他通常也不是算这个 神主神 他和这个 德莫特尔 农神德莫特尔是各占一半 就一个座位 还要拼拼你半年 我半年这样 好 那么这边刚才这个地方可以看到 就是有两个红昏宝箱 但是直接下去呢是会摔死的 走过一个门 然后再下去 然后再这个通过梯子绕一下 可以拿到刚才那辆红昏宝箱 然后这边看一下时间好像还比较充裕吧 那就继续再往前录 好这边这个机关这个机关略有点技巧 知道打法的话就OK了 要做什么呢 就是要把这个 这个女妖啊 把她打出这个圆圈的那个提示 让她不能动 而且在她这个站位上也是有一定要求的 你必须要让她站到这个两边 就是不能在中间那个黑黑的那个 那个走廊 那个地砖呢 那边一定要在要不左边要不右边 这样的话咱们可以用这个锤子推右摇杆的那个 放灵魂 放这个魂魄攻击 不断打出她的硬直 哎这个这个出硬直掠走了 好吧那前两个都没成功 不断利用这个魂魄打出硬直的话 可以把她逼到板边 然后再锤她的一两锤 就可以搞定了 还要注意她这个防一下她的攻击 她还是挺会躲来躲去那种 然后把她逼到板边 打出这个圆圈提示呢 就来拉一下这个 这个拉杆 这个右边喷火呢 是拉左边的这个杆子 他左边喷火的同样就是拉右边 这边一边一个 反正你推到哪边都可以 一共要把这个三个女妖 用这种方式杀死这个门才会开 这个十二主神的话 除了刚才说到的 德摩特尔和阿波罗以外 还有谁啊 数一下啊 剩下那四个没有问题的 那个宙斯雅典娜 波赛东和这个 哎 阿瑞斯对 好 然后剩下六个是有点 有点记不清了 赫拉对吧 宙斯老婆肯定是 然后三代里头的那个 阿弗罗地特和赫菲斯托斯 这个一对夫妻 也是 然后 还有谁呢 这个 这个 像苍蝇一样一直在 话特别多的那个 那叫什么名字来着 赫尔莫斯吗 好像是 然后还有谁呢 那个九神迪尔尼索斯吗 但是这个的话 有有一点这个 有一点这个争议 有人说不是 他是那个另外 那个赵神把那个位子让给他的 关键是还有一个人是谁 有点忘了 好 然后这边呢 就来到一个新的这个机关 哦对 还有一个是 阿特密斯 那个阿波罗的 孪生 这个其实是 应该是妹妹吧 就是这个狩猎之神 阿特密斯 好 那么这个机关的话 首先是下去 把这个 凤凰背后的 这个拉杆 拉一下 让他吐我 把前面那个东西 冰给融开 融开里头 有个反光镜 这边咱们 暂时先不过去拿 先到天花板这边因为顺路 天花板上面有很多这种冰锥 都可以打掉 但是咱们正确的这个冰锥呢 就只有这一个是必须要打掉的 其他打不打都可以 那打掉呢 有一点点鸿昏 那真的只有一点点 所以说我这边就 不浪费时间 每个都去打掉了 就打掉这个关键的这个 然后 按阿一 掉下来 掉下来以后 推这个 推这个反光 反光台 把它推到刚才那一树 这个 这个光线下面 好 可以看到这个光线呢 就照到地 那个底下那个圈 那个位置 咱们现在要做的是 把那个一块反光镜 给它转过去 让这个反光镜 反过来 把这个光线给 转到 凤凰上面 那这边三个摇坝 分别是控制三层 第一个是要拉 另外两个都是推 目的呢 就是把咱们中间 这个下面 把它变成 这个半个月亮 这个样子 应该说是 三分之一月亮吧 三分之一月亮 那么那边 就刚好是 一面镜子的图案 这个反正 多玩几次 背下板就可以了 好 这样就可以把 这个凤凰的冰 给融化 咱们就可以推动 这个凤凰转了 当然这个转 它是只能往一个方向转的 相当于是一个 像拧瓶盖一样 你不能往里头拧 你只能往上拧 好 这个视角可以看到 刚才打开 那辆红红宝箱 所以说你要是错过的话 这边都给你看到了 你不可能错过了吧 好 然后这边转过来 一间一间 全部收 全部收 收 把这些冰全部融掉 里头一般来说 都是宝箱 然后有两个冰块 里头是米诺牛 不过以现在的装备 和能力的话 对付米诺牛 真是小菜一碟 不过这里头就是 还有点贴图错误 这边我们可以把它引出来 引出来以后 用火去烧它一下 这边我最早前 当当初打的时候 还没有对准 还没有对准 它这个东西 你在下层 它就不会对你有什么反应 你要站到上层 它就会向你走过来 所以你可以控制 把它勾引到这个 合适的位置 然后就可以烧它 当然如果它站位好的话 可以连烧三次 是直接死了 那这边我就不浪费大家时间了 只跟大家说一下 这个牛可以烧死 这个判定有点奇怪 最后后面那个扳手 你站得太近 反而就不会出那个阿姨提示 站得稍微远一点 好 这边的话 又弹出一个奖杯 这段视频 我是录了 这是第二遍 第一遍的话 在前面有一个地方失误了 所以说重录了 所以说命运神殿 命运这个宫殿 一开始那场战斗打赢 是有一个奖杯的 是个铜杯 那这边录像就没有录进去了 像这种该弹奖杯的地方 没有弹奖杯 那基本上就是因为 录了两次的关系 好 那么从这个出口左边开始开 开箱子 一圈开过来 这个米诺牛可以用 锤子的右摇杆 推的那个放魂魄 很多敌人都可以用这招 然后来让它不断出硬直 然后给你的攻击创造机会 虽然攻击率不高 但是牵制效果还是挺明显的 好 这个蓝魂宝箱算了 好 那么这边一圈宝箱都开掉以后 就可以从这个出口出去了 好 把他们全部打掉 要不然这个虫子不断出的话 它会干扰你转那个把手 还是被弹了一下 这个地面上的话 就直接锤子锤掉就行了 那在这个天花板上那种 就要用这个炼刃慢慢甩了 好在这个虫子它非常体贴 你在空中这样掉的时候 它是不会攻击你的 可能会攻击 所以反正我从来没碰到过 那就不慌不忙 把这两个虫子都打掉就行了 然后在下来之前 也可以把这些虫子都清净掉 按三角形的话 这个范围非常大 所以说不但打到虫子 还可以打到那些虫子 好 这边看看好像没有了 然后就过来推这个摇瓣 推这个大概两圈 两圈整的样子就够了 哎这边又有一个虫子 又是玩盟军安死队的 潜伏在敌后那种感觉 把他弹下来 不过没有死掉 然后这边抱着脚印心理一下 上去直接上去 结果好像被喷下来了 非常悲剧 好吧 那看来一定要把你干掉 还没有死 这个虫子跟那种绿颜色的虫子不一样 他在空中抓头是 是不会死的 这鞋比较多 一定要地面抓头把它撕了 这样笑 哎 这样效率才比较高 还有一圈要转 就不一定要看到那个东西掉下来 差不多就可以了 然后就按住阿姨 让他一直带你上去 这场路的遇到好几个玩潜伏的 这边一蓝一绿两个箱子 咱们这儿掀不开 然后把这个魔法伸一下机 把这个阿特拉斯大地震给直接升满 这个魂非常多 直接升满 因为接下来有一场非常非常非常难缠的战斗 当然打得好的话就会变得非常非常非常简单 算是这一关 不是这一关 就是这段视频最最后的一个难点了 打这场战斗 推荐呢 是把美都沙和这个阿特拉斯大地震都升到三级满 这样这个战斗就会非常简单了 当然这个魔法草也要满 首先呢 等他们这个冲过来的时候 L2加圆圈直接范围实化 然后放一个阿特拉斯大地震 然后第二波敌人呢 还是一样 再是这个全冰实化加阿特拉斯大地震 战斗直接结束 非常非常轻松 你要是你要是那个跟他慢慢磨的话 痛苦死 绝对绝对让你痛苦 甚不如死 那个这个打法呢 要注意两点 首先一点呢 就是第一个这个美都沙全冰实化的这个时机要注意 一定要等这两只狗扑过来的时候 但是又没被他们扑到 务必要把那两只大狗都给实化了 然后的话 然后的话 第二个要注意的就是那个第一次放阿特拉斯大地震的时候 不要按圆圈追加 那样的话 追加的话会浪费比较多的时间 就导致延误战机 这个第二次放实化光线就有可能会被打断 要在他们第二波敌兵刚刷出来还没开始动作的时候 赶紧把他们都实化了 要不然他们都开始打起来了 你就没机会实化了 主要就是这两点 要说的 这个阿特拉斯大地震最后一轮的话 就可以直接按圆圈 把剩下的那些小狗都打掉 那么这段视频就到这里结束 刚才那些隐藏宝箱 大家都看到了 我就不多说了 咱们下一期节目再见吧 感谢观看